记者王骏中台南报道,私教失调症患者的家人照顾者压力大,常受到邻居、亲人只是照顾者过于宠爱等因素才导致患者病症,照顾者本身也因此出现忧郁、焦虑症状,甚至引发照顾者无力照顾,忍痛杀害患者在寻短汗时。 齐美医院于去年9月开满南台湾首个私教失调症家属支持团体,协助照顾者对患者病症有正确认知及互动技巧调整,要避免悲剧一再发生。 近年来,台湾发生多起精神疾病患者家属因长期照顾,心理不堪复合而杀害病人悲剧。 齐美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张志成与临床心理师李逸璇指出,在这些悲剧背后反映的是照顾者身心状态被忽略的事实,过去研究显示缺少社会支持,对外互动,生病家属疾病症状的恶化等问题,都会降低家庭照顾者生活品质。 在不同精神疾病中,以思角失调症最常被人讨论。 李逸璇说,无论是疾病解释,症状影响,或病人没有病时赶不愿就医等,再在皆加重照顾者的负荷。 而精神疾病在台湾社会民族文化中,常被误解是卡道因、煞导,许多私教失调患者进入医疗系统前,往往已寻求过许多民族疗法协助, 却发现病情总是毫无起色或反复不定,同时,精神疾病污名化的问题,让家属承受社会大众异样眼光与莫名责难。 这些情况无形中加身病人及家庭照顾者的挫折及无力感,也凸显照顾者对私教失调症状辩识与治疗资讯的匮乏。 106年9月起,奇美医院精神科在南台湾率先开办,私教失调症家属支持团体,一个月一次团体聚会,结合精神科医师、护理师、药师、社工师、心理师与职能治疗师组成团队,轮流参与聚会, 以专专业协助照顾者进行私教失调症的相关卫教与经验交流讨论,让照顾者们分享彼此经验,学习专业知识,相互提供情绪支持,透过团体力量减缓其无助感、孤独感与愧疚感,同时提升病人及照顾者的照护品质。 西美医院计划从今年9月起续办家属支持团体,欢迎患者家属照顾者参与,咨询专线可价06-2228116分机58207,联络时间,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点,或网络报名,https,goo,glicupj。